昨晚历经四个月一百天音乐历程的大型真人秀节目《中国梦之声》圆满的落幕了 另一位学员经过四轮比拼终于决出了前三甲 年龄最小的李翔翔摘得了年度《中国梦之声》 央吉马爱飞分别列全国第二和第三 来自哈萨克族的阿莱在淘汰赛中首人出局 面对千里淘汰赶为自己助阵的家人和一对兄弟 阿莱忍不住留下男儿女 用自己的原创经典兄弟告别梦之声舞台 相比之下James离别显得轻松很多 经典的剪刀手加萌表情笑着告别舞台 刚刚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回答 可是我觉得这个下战是很有趣的下战 第二轮在关键的三强名额中 王伟忠将票投给爱飞 沧桑鼠男猴磊最终没能翻过那种山丘 我在这要感谢孟之声的舞台 他让一个既不同又平凡的人的梦想 在这个舞台上散发的光芒 最受瞩目的三强争霸将昨晚的总决赛推向高潮 唱跳型的爱飞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并不擅长的慢歌 尽管他拼尽全力却惜败舞台 而李湘祥和央吉马的巅峰对决并没有硝烟弥漫 一首同名歌曲《央吉马》诉说着这场音乐盛宴带来的体验 而李湘祥的落叶归根则唱进了飘泊的情绪 最终四位导师一致投票给李湘祥 首位Chinese Idol在导师的默契中诞生 在综合上看起来是有未来性的 但想象你还有太多太多的路要走 这一晚不是一个句号 而是另一段人生路的开始 这个夏天也注定让这群为梦追逐的年轻人难忘 就在第一季中国梦之声圆满落幕的同时 东方卫视的黄金资源优势也充分体现在梦之声的品牌价值上 九朵玫瑰以137万中标 二进一15秒冠军广告点 刷新了省级卫视15秒广告单价揭露 中国梦之声的这个品牌和我们企业的这种追求 就是说一种理念 年轻创新 这种理念非常吻合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值 东方卫视记者周提上海报道